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这酒驾的时候理直气壮 然后被抓了以后心虚不已 说到心虚呢 老话说做贼心虚 这话真不假 10月11号凌晨的 里水清田县官 举巡特警大队的队员们 就遇到了两个心虚的贼 画面中我们看到警车开过 路边两个骑电动车的男子 就刻意低下了头 两名男子异样的行为 引起车上巡特警队员的注意 于是立即调转了车头 发现警车掉头过来 两名男子不仅没有停车 反而逃进了附近的小巷子 企图躲避盘查 不过巡特警大队队员 对辖区地形非常熟悉 很快分散堵截 成功将两人拦了下来 目前两名嫌疑人 因涉嫌盗窃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了解 清田巡特警大队通过类似 巡逻抓获嫌疑人的 在国庆假期期间共有9人 清田巡特警大队 自三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坚持24小时常态化巡逻 加大夜间巡查力度 有效保证了辖区的平安 记者王延约编辑报道